民生消费的讯息 只将价格涨价消息一出 国内卫生纸价格蠢蠢欲动 消费者在预期的心理之下 一窝蜂的抢购囤货 台中一间连锁超市通路 五天下来卫生纸每日业绩 瞬间成长五六成 业者也表示这波的价格 早在一个月前就定出 并没有特别的优惠促销 不过受到预期心理的影响 很多消费者整箱整箱的班 店员补货补到手软 掌声为起消费市场 就先出现卫生纸抢购的风潮 超市人员一箱箱 一代代的补货 最近的卫生纸在各大通路抢翻 不论是大小品牌都一样 店员补货补到手软 五天下来的业绩抽金人 连超市业者都惊呼意外 是平常的大概六倍到七倍 以我们卖场来讲 这五天的销售量 大概成长了一千多万 整箱的还没补 客人就一整箱就拿走了 五箱 因为修旅车一次也可能载五箱 以大品牌书籍来说 110抽 每串99元 买三串又可以载折20块 买器第一棒 而可力书100抽也折89块 另一个品牌邦尼熊 150抽一串99块 买八箱还可以带回一台小折 买器同样哄不让 是店家们的最爱 把整个配送的费用 节省下来 因为它是买八箱 客人买八箱 送一台脚刷 这是由厂商那边直接出货 说到国际只将上涨 三月份台湾的卫生纸传出掌声 幅度将有8%到20%的空间 而以大小品牌来看 一包卫生纸最便宜5块就有 大牌子最贵也只要来到10多块 超市业者也说 目前的供货充裕 消费者在预期心理之下掌声畏起 市场就出现了卫生纸之乱 而仔细敲打计算机 在车资跟空间的成本之下 疯狂抢购究竟是划算不划算 就这样台中采访不到